Hello,大家好,我是1270Max 我们现在下船了 本来说要去苏拉塔尼 看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 还可以非常不错 苏拉塔尼我们不住了 说是冲棚 冲棚那边会比较好一些 不想再耽误一晚了 那我们到了冲棚再说吧好吧 要吃海鲜喽 我到了冲棚了 这家酒店我之前住过 就是我来找大叔的时候 他们说我开车太久了 怕我开夜车会出现什么问题 就帮我订到这里了 没想到我今天又住在这里了 进去吧 现在所有的入住都要登记 写手机号码 还要扫码 就是说你来自哪里 怎么怎么样都要去填一下 这里是酒店前台 我先去把房间订了 办理好入住了1000块钱 然后850房费 还有一百五十早餐 算下来也就是200多块钱一晚吧 但是这个酒店 我也说不上它好 说不上它坏 先进去看看房间吧 走喽 207 207我找一找 应该是这边 啊 我怎么上次我觉得我住的还是207啊 哎 就这个 就是你了 哎呀 看一看冲棚的酒店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房间 两百块钱 标准间吧 有个小冰箱 我去冰箱门都开着 咋整啊这是 就是一个标准间 就是一个标准间 我上次住的是水泥地 很工业风格 那这次就很普通了 外面还有一个大阳台 看一看 哎 外面能看到泳池 他跟我说 会看到风景好 难道就是为了看泳池吗 那我其实是没有意识 说两百块钱住这样的房间 是贵还是便宜 还早餐 在国内也很久没回去了 也没有开过房 那在清曼呢 我也是有自己的住宿 哪里都没有去过 只去过曼谷 还有巴提亚 那也是办公老板带我去的 住宿啊 吃饭啊 什么都没有花过钱啊 没有这个概念 也是第一次这样自己出来旅行 所以说也不太清楚 这个价位好还是不好 那疫情呢 我都觉得都是要两百多 那可能就是结束之后要翻倍了吧 所以说等你们来了之后 可能所有东西都要找你家喽 好了 先不说了 我先去找一家海鲜餐厅吃个大海鲜吧 好嘞 出门了 带着我们家小琪琪 找个海鲜 找个海鲜 诶 这么巧啊 诶 你们这是阴红不散啊 我的天呐 有豪华的酒店 你们也住不起啊 对啊 二百块钱 我都住不起 追踪我 黑猩猩永远是在尾随着我 哎呀我都害怕 你待会不要跟着我 我要去吃饭了 拜拜 你去哪吃饭 我去吃海鲜大餐 你等着我 我为什么要等着你 我带着我们家老二就行了 你是我兄弟知道吗 不能带你爸爸 你爸爸 你爸爸他说 不想带着我 哎呀找个餐厅 哎那车怎么那么熟悉啊 怎么又来一个啊 人出传来了谁的声音 你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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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唐 唐唐 哎呀 你说我打哪都能碰见你们啊 阴红不散的 我的天呐 你们别畏锁我了好吗 春旁春旁 我爱你 大叔大叔 我爱你 海鲜大餐是没有 找半天就找到了这个火锅店 二五三六 二五三六我也不会算 今年是二五六四二十多年 差不多啊 进去看一看 老牌的火锅店 就一桌客人 但是我带着中国的老干妈 问我能不能够进去 哎 这怎么开 不让我进吗这是 哦 推进去 好傻 哇 好香啊 就两桌客人 给了我们一份菜单啊 我一看我自己都傻了 咱也看不懂 咱也不敢问啊 这都是啥呀 怎么点啊 我说两句还可以 这纯泰语的这个 蒙了 真的蒙了 咋办呢 但是这里他说不让喝酒 那我们也是 本来说小酌一杯 呃 但我觉得啊 挺好的 大叔呢太爱喝酒了 都把我喝胖成这样了 哎呀 挺好的 我等会呢 去把我的那个火锅底料拿过来 在这边吃 泰式的 酸甜口 你们 习惯吗 自带火锅底料 老干妈 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不了 哎 都可以 我现在呢跟香分开了 他回清曼了 我就跟大叔 这个孤家寡人在冲棚先待两天 哦不是待两天 今天待一天吧 明天我就回曼谷了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要回曼谷办事 那我要去曼谷还车嘛 没有车 那大叔呢不愿意带我 他说他跟我待在一起 感觉到自卑 不管他了 反正我就跟朋友一起回吧 他可能还这边有一些事吧 来到了一家咖啡厅 在泰国呀 什么店最多就是咖啡厅 遍地都是咖啡厅 尤其是清迈 那清迈的咖啡厅有一万多家 可能因为疫情倒闭了有一半吧 呃 但总体来说还是很多的 那为什么咖啡厅这么多 其实也是跟他这边的产业有关系 因为泰北之前的特殊原因啊 种了一些不该种的东西 现在都是种咖啡 所以说泰国呀 一遍地都是咖啡 而且咖啡的相对来说 投入比较低 自己有一块地就能做一个咖啡厅 好了先去喝一杯咖啡吧 就随便找了一个路边咖啡厅 有一些检餐什么的 大叔他们已经进去了 诶 Visa能付款啊 呃 我没有 那其实不管去任何地方 现在都要这样一下 36.4 证明我是安全的 他们已经坐到那里了 去找他们吧 诶 这个装修很是重工业风格啊 我怀疑现在开的店啊 基本上都是老板自己的地方 他不需要掏房租 那像这些咖啡豆的话 我怀疑都是 哦 他们都是像各个的烘焙程度 都是分开的 一般像这样的老板在清麦啊 在这里我不太清楚 在清麦都有自己的烘焙室 他们的咖啡豆都是自己烘焙的 那口感呢也会 根据客人的需求去调 深度中度轻度烘焙 也是挺不错的 那清麦的豆子最多的是阿拉比卡 喜欢喝咖啡的人当然都知道 不喜欢的也没有关系 就随便点一杯吧 加糖加奶 三步 像这样的建筑都是混凝土原汁原味的 他没怎么去改造 这边就感觉像是一个老房子建筑物 那很多的中国人都喜欢在这边开一个咖啡厅 然后过着慢悠悠的生活 哎这是个啥呀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干嘛用的呀 一些老物件摆在这里 所以说泰国的一些咖啡厅的一些装饰摆设 真的很有特色 我爱你 昨天 其实泰国人喜欢喝咖啡 但是他们喝咖啡跟我们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你们在泰国喝咖啡的时候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 不加糖不加奶 就是喜欢咖啡原汁原味的啊 一定要跟服务员去说清楚 我不喜欢甜 那我问你们 我对面那个泰国女生 她点咖啡 喜不喜欢甜的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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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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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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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